十四天心灵抗疫之旅 第十天 创造力 我很有创造力 将有用的东西发成概念 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想法 正如著名的企业家 苏联错办人之一 井森大索说 创意是源于找尋以上不到的事物 和搭出来的舒适圈 心灵故事 从前有一只喜欢晒太阳的小猫 它的邻居小白兔在花园里种了一棵树 这棵树越生越大 最后还遮住了小猫的花园 而且更遮住它最喜欢的阳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猫就因为小白兔中了这棵大树 而觉得露气冲天 谷住了一肚气 有一天 小猫终于忍不住了 它大力地敲小白兔的门 叫它快点把多余的树枝砍下来 小白兔就这么说了 真是对不起呀小猫 我没有想过它阻挡着你的阳光 但是这棵树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它是我的伴侣在临死之前和我一起种的 小猫听了这句话之后 觉得自己光彩的指责是有点过分 哇 对不起呀 我不知道呀 小猫突然间有个建议呀 不如这样呀 我们不一定砍了一棵树的 我们还可以一起享受阳光 于是它和小白兔爬了上树顶 在上面建了个树屋 在树屋那里 它们一起可以享受阳光 和聊聊日常琐事 没多久 其他小动物都被它们的欢笑声感染了过来 大家在树屋那里一起吃东西 一起玩 结果它们在树屋那里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呀 而且还可以在灿烂的阳光下 欣赏这棵大树 凡思问题 现在在生活里面有什么事情困扰你 有什么创意的办法去面对它和解决它呢 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 是尝试运用更多的创造力呢 例如在你的兴趣 工作 人际关系 休闲时候等等呢 正向操练 写信 在过去九天 你可能会想起一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人物 但是你回去做一个很重要的人 他从你出生到今天一直陪在你身边 度过了每一个艰难的时刻 那个是谁 不是你自己吗 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呀 研究发现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是有了规划前景的 我们可以如何写信给自己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过往不同的人生片段 也可以反思一下昨日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隔离之后的一星期会发生什么事呢 更加可以思考一下这段时间我们有所领悟和体会到的事情 今天和昨日的你有什么不同呢 到下星期你可能会有新的领悟呀 往后的几天可能会交往录 亦都会违望了今天的重要的想法 所以就是趁着今天 将这些重要的想法 和未来的自己去分享一下 就如此刻你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些什么新的领悟和看法呢 另外要提醒未来的自己 你有什么品格强项呢 有些什么可以令自己身心健康呢 你今晚的心情又是怎样呢 冒失小贴士 在隔离的日子里面 尝试一下你用YouTube的频道 跟着做一些运动 或者是听一些你喜欢的音乐 啊